现在是早上八点多,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·穆哈梅多夫乘坐的飞机已经降落在了首都国际机场,至此中亚五国元首已经全部抵达北京。 和别尔德·穆哈梅多夫一样,星夜兼程的还有今天凌晨一点多到北京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,还有半个多小时前抵达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尼尔纪约耶夫。 今年是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,十一天前我也作为现场记者,亲历了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视频峰会。 当六国元首齐聚一堂同框出现的时候,那种老友相聚,共事友情,共化未来的融洽氛围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。 正是在那次峰会上,五国元首表达了对来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热切期待。 那一天是中国的农历小年,今天呢是一大年初次,也是绿春。 今天六国元首即将从线上走到线下。 今天上午机场的停机坪真的是特别的热闹,飞机高频次的抵达。 那么就在刚刚呢,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,就是有未来自于近两万公里之外,有着十一个小时的时差,从夏天飞到冬天的外国元首也已经抵达了。 他就是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。 那么这是费尔南德斯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到访中国。 再过半个月,中亚两国也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日。 费尔南德斯零星前项记者表示,少数国家企图将北京冬奥会政治化,夹带政治私货,这是毫无意义之举。 作为最早一批支持北京举办冬奥会的国家之一,阿根廷这次派出六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四个项目的比读。 今早抵达北京的还有在尔维亚总统吴契奇奇。 新闻肺炎疫情发生之后,吴契奇用中文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感谢。 他还在迎接中国专家医疗队和原住物资的现场,亲吻了五星红旗。 这个瞬间让很多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位真性情的欧洲朋友。 目前出席北京冬奥会看目式的国际政要仍在陆续抵达中,我们也将在机场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。 感谢! io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